再來這個神秘社團竟然叫 這個你知道嗎 你最熟的啊 我有聽說過 而且他們在這個彼此之間 會交換那些資訊 而且都是把這些資訊當作寶 就你那邊要 我才要跟你交換 對 你根本就應該加入他們 咱們直接就來給他看一下囉 好的 歡迎秦鳴 歡迎 創辦時間已經七年了 這個社團更恐怖 它有四萬人耶 四萬人的 而且他們每次開直播 大概都有五萬人在線上 真的假的 這麼多童好 你介紹一下 他就是創辦人 其實喜新動念人應該講說 我是留日的 然後那個時候我在日本的時候 有加入他們學校的一個 超自然研究社 然後就可以跟那些日本人 跑很多地方去找鬼 就走一般人不會去的地方 覺得非常的好玩 反正有免費 免費也可以這樣子去 到這裡去圈嘛這樣子 然後就曾經有一次 我跟我日本的團員 去了一個日本非常有名的地方 叫全門隧道 當然我們在前面有去晃了一下 還有看景了一下 結果晚上我們進去的時候 一行五個人在隧道裡面 最後一個人 他回頭看 一個人都沒有 然後我們在隧道裡面 也聽到很多奇怪的聲音之後 就想說好 那差不多了 照片也拍完了 我們就離開了吧 然後離開了之後 我們一出去 發生了一件事情 什麼事 我們車子旁邊 前面站了一個女生 好嚇到喔 好嚇到喔 每次都躺在這裡啦 你有沒有看到 我的二間半磨 真的已經快要掉下來了 對 站了一個女生幹嘛呢 看起來是人 但是你想想看 那個地方已經是一個廢棄的隧道 然後她基本上沒有車 不可能有一個人站在那裡啦 對 然後就想說 然後這個女生怎麼會站在那個地方 然後我有把照片帶來 就這一個 你們有拍 這個人 好可怕 這個會不會是辦這一次 團遊的這種人 接下來事情更恐怖 我那時候就說 閃光燈一打下去 拍這個女子之後 這個女的就不見了 見光死 然後後面有一個人回去 就一直夢到一個女生 她覺得說她的背影 很像剛剛那張照片當中 那個女孩子 然後我們就當然就去找了靈媒嘛 然後找到靈媒之後她就說 這一個有可能 她在那個地方 有可能做了一些不尊重的事情 然後叫我們說一定要再回去 去跟她拜 然後帶一些貢品 獻箱之類的 然後我們就回去看說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把那個 就是有出狀況那一個人 她走過路我們再走一次 就是說她有在一棵大樹 前面上廁所 男生嘛 方便嘛 對不對 撇個尿 這也合理啊 什麼啊 因為那棵樹的後面 有燒過的現箱 就是祭拜過死人的東西 還有一些貢品 鮮花 都已經枯萎了 然後最後去查才發現 前一陣子 有一個殺人氣死的案件 把一個女孩子的屍體 結果她又在那裡尿尿這樣 好恐怖喔 這樣子很恐怖 你幹嘛玩這個啦 對 喜歡的就很喜歡 這個真的會嚇到耶 什麼神秘社團 他們是越發生這種怪事情 他們會越嗨 有點興奮這樣子 對 我有一次曾經跟他 一起出過那個外景 然後那時候我們是在一個 廢棄的那個員工宿舍裡面 然後也是我們在一樓的時候 就聽到二樓有人在 咚… 舵步的聲音 對 咚咚大 咚咚大 好吵的鬼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就派工作人員 因為那個時候已經嚇壞了 就派工作人員先上去看 說是不是可能有遊民 或是可能有青少年去夜遊 對 然後他那個時候 我就發現他的嘴角 是微微的就這樣指不住那個笑意 他就拍起來了 太久了 他鬆鞋了啦 現在很開心耶 不是 什麼啦 我那時候嘴角為什麼會失手 你知道嗎 因為Eason在現場那個反應叫聲 真的是讓我覺得太好笑 亢奮 我們才是正常人 我們才是正常人好不好 沒有 他那時候就站在我旁邊 他就叫很大聲 對 他還帶來這個靈異的照片 他們說社團他們鬼月辦活動 這麼多人 是 對 還是會搶的耶 甚至我這張照片當中 裡面還請到一個香港 非常有名的叫鬼王潘少聰 他一同來跟我們這些粉絲 到台灣的鬼屋去探險 我就會請他們去體驗 我拍攝那時候的感覺 就跟Eason有時候是一樣的 必須一個人走在鬼屋當中 不行… 你們這個真的有時候 會被嚇到要受盡耶 真的 他們說有一個小編就瘋了 對啊 我們曾經有去在鬼月當中 有去了一個中部廢掉的一個眷村 然後這個眷村當中有 你們可以猜猜看那繩子是幹嘛用的 我知道 那個已經… 對 難不成是拔河嗎 就是… 來… 村子裡面的人在玩呢 那這個 其實就是 遺留在現場 那個繩子 對 因為像台中 他沒有送肉粽的儀式 所以他就遺留在現場 然後那個小編呢 然後出來之後他就變得很奇怪 他是一個女生 而且他身高不到150公分 他平常也不敢一個人亂亂的 這樣子闖鬼屋之類 他一定要有一個人陪 可是那一天他就東闖西闖 再沒有人帶了一個情況 因為那邊很多間 不只一間 到後面之後我就聽到有一個聲音 就是他在叫的聲音 我一出去就發現 有三四個男生在抓他 抓不住喔 然後他是一個女生 他講話那時候聲音就很像是男生 我有一個影片也是這樣 我相信這個是真的 有一次我是在我去激公師傅那裡 然後就是我在我前面問世這個女生 他也是一樣 本來來是好好的 然後激公師一碰到他的時候 他就張牙無爪 四五個男生壓住他都沒有辦法 他有一個一個魂魄這樣出來 一直出來 就是一直來變聲不同的聲音 然後有的時候是說 這個他會變成一個男生 他說他是被他的兄弟殺死的 因為要謀財他命 他的家產 所以他還跟著激公師傅要說 我在陰間我還想要兩個小姐 跟一個檳榔 他還有叫這些東西 然後再換下一個 下一個就是一個女鬼 她也是自殺的 然後再下一個 這個更厲害 這個有一個上校在家裡面 火燒掉 然後死掉了 但是他的弟弟沒事 可是他卻有事 他就一直問激公師傅說 到底雙手是不是我的弟弟 然後重點是他一出來的時候 然後呢 而且裡面還有布紙 他裡面他一個聲音 因為那個女生是在做冰藏液的 他總共三四五個靈體在裡面 西方師傅就說 大家你們要集中注意力 不然你會很容易被進去 對 然後你就發現 其實他有幾個公升開始在那邊 開始…開始上升 對 然後重點是我那時候 當下…我真的很怕 我跟妳的感覺是一模一樣的 我發是一模一樣 我嫁到我還拿手機出來錄影喔 我錄到妳手機閃了 所以我相信這件事 來…他們說這個 還是用科學的角度來面對 什麼意思 因為我這個人其實早期的時候 也算鐵齒 我喜歡眼見為平 因為我沒有陰陽眼 我看不到 所以我就會拿一些科學儀器 去跟他們做溝通 然後去跟他們聊天 我聽到聲音 或是他有一些反應之後 我才會相信他們的存在 直接拿出來看看 好不好 來…科學儀器 有一些我們根本看不出來 只知道它是個儀器之類的 這個是 這一台是動作感測器 這一個機器 你就是有可能要靠近 這個天線的時候它才會叫 但是有時候 我在跟他們問問題的時候 是周邊是完全是空的一個情況下 它自己會叫 然後這台機器在現場有一個見證人 他就是醫生 他有用過 你看過 我曾經捧的這個機器 然後是在那個 有人燒炭輕聲的一個房間裡面 結果我走進去才兩步而已 他就狂叫 沒有間斷的 是持續從頭警報到我這樣 對 好可怕 我就直接撤出來 嚇壞了 好 我覺得我們講講就好 不要開 派…是怎麼樣 派是一個EVP麥克風 其實歐美的科學家相信 透過EVP這一個磁場 可以去 有… 另外一個次元裡面的聲音 對 沒錯 像磁場探測跟我們那個 中國文化其實有點類似 怎麼說 像那個八卦的那種 螺盤 螺盤也是在探測磁場的 基本上它磁場不好的話 它那個螺盤會很快速的 一直轉… 就它很複雜嘛 它搞不清楚那個磁場 然後這台機器就是取代它 等於是說到它紅色的地方的話 就等於是螺盤一直在轉這種感覺 OK… 對 這台咧 這台是靈魂盒子 這台 我還以為那台是快一通咧 是啊 錄音機 誰知道啊 這台機器其實是美國一個… 美國一個父親 因為他的女兒出色或往生了 他非常難過 然後有聽說過那種廣播電台的頻率 有時候你做快速掃頻的動作 會聽到好兄弟的聲音 所以他發明了這台機器 想要來跟他女兒做溝通 他不會很完整的講出一個句子 可是他會在就是雜訊當中 可能一個字 兩個字會穿插出來 然後你要自己去想辦法去理解說 他要傳達的訊息給你的是什麼 這樣 好可怕 對 會想要加入嗎 有沒有 想加入舉手 你們看 你們真的敢 感覺非常刺激耶 而且現在很多的電影 都是在一些廢棄的遊樂園 或者是那種廢棄的廢墟 命案現場拍攝 就很想要去看看 感覺 這麼容易拔到妹耶 就是他會覺得很恐怖 然後就會 就亂跑 亂跑 亂抓 你也要先把人騙到現場 才能使用給你一次 帶妹去看恐怖電影就好了 那你拿這個去信義區 也是亂得要死吧 謝謝情敏全 謝謝 謝謝 紅色訂閱的字樣 把它按下去 那就對啦 那訂閱之後呢 這顆按鈕就會立刻 像竟然這樣出現 小鈴鐺 小鈴鐺 記得這個小鈴鐺 你也要給它按下去 就能收到我們最新影片的通知囉 趕快去